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家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第一期的恶喵说 嗨我是兔曹君 兔曹大传 兔曹君 我是小小 因为之前应该听过我声音的人 应该也了解过我 我是做猎奇物的小小 但是现在因为想把这种都市传说 或者是灵异故事 做成视频 更好地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们就开始做视频吧 因为是恶喵说嘛 所以我第一期准备了一些题材 是猫咪的都市传说 第一个 我查到一个都市传说 是猫咪会偷走婴儿的呼吸吗 我觉得这个是现实 猫它不是会吸洋气吗 就是说当时在英国的一个小镇上 一个18个月大的孩子 就是意外死亡了 夜市官的话认定为孩子 是被猫吸走了空气而窒息而死的 就是这样一桩事件还被该官顶论 当地的报纸还写了这个事情 到现在的科学来看 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猫咪会偷走婴儿的呼吸呢 你自己也是养猫的 想想也不可能 其实这是一种 后来科学家有证实 这是一种婴儿猝死综合症 它就是有可能 就是你在养育婴儿的时候 周围的吸烟环境啊 或者遗传因素 代谢失常免疫缺陷 都会导致这样的婴儿猝死综合症 有可能猫咪 它跟猫咪在睡觉的时候 婴儿跟猫咪在睡觉的时候 婴儿把头埋在猫咪的软软的肚子里 但是它又调整不过来 所以它就呼吸困难了 一个晚上就憋不住了 所以猫就背了这个锅 对 背了最大的锅 史上最大的锅 你说到背锅 我想起来了 其实西方人一直让猫咪背锅 西方人对于猫咪的偏见和污蔑 实在是太多了 特别是黑猫其实是 因为西方的基督教认为 黑猫是撒旦的化身 是撒旦的使者 是女巫的使者 只要有女巫地方都会有黑猫 当时还有一个教皇公开书面表示 黑猫是撒旦的化身 就是说在当时的时刻 只要是教皇他书面传达一个意见 中国的皇帝下律甚至一样那么严重 大家都是非常重视的 所以出现了很多什么 杀女人 杀黑猫 杀小孩 因为小孩杀女人是因为 有的女人他养了猫 只要跟猫接触 他们都认为是邪恶的 他们会被直接和猫一起绑到 绞刑架上面直接烧死 大概有几百名都是这样死亡的 然后当时小孩 撒旦的使者接触 也是被直接杀死 这样的屠杀 当时在中世纪还是很多的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包括当时发生了一个疾病 叫黑死病 黑死病是 它的原有 病有到底是什么 老鼠 对老鼠 但是大家都把锅背给黑猫 认为对 认为黑猫是传播 黑死病的主要病因 所以大量的屠杀 猫咪和黑猫 最后这些老鼠没有天敌了 然后这个黑死病更猖獗了 所以当时在欧洲死了 这个是一个大三难吧 死了上千还是上亿 上亿没有就上千万人吧 对 作死 此外关于黑猫传说 跟迷信还有许多 第一个我们也很普遍 像诈尸 就是猫从人的 刚死的人的身上跳过去 就说那个人会复活 对 我听说过 到时候是不是可以 他们开展这个业务 什么业务 诈尸服务 就是借命嘛 借命不是这样借的 其实之后我也看过 为什么猫咪会这样就跳过去 人会突然坐起来 也不会突然坐起来 有可能会动动手指 还是抬起胳膊 是因为猫咪本身 它身上就有静电 然后刚死人身上 也残留一些静电 互相静电 发生的一些 也是属于生物反应吧 我要吐槽一下 你说 为什么是猫咪 不是狗呢 不是耗子呢 因为狗不可能 从死人身上跳过去啊 就是猫会这样子跳啊 跳来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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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解释 这个应该很好理解 因为像你应该听说过 那个是天津还是哪里的 东北的猫脸老太太 对 那个就是因为猫咪 从他身上跳过去 然后或者是 好像是因为什么原因 造成了他的诈尸 那你觉得这个是真的吗 肯定是变的 第二个就是 当时911事件 然后美国人的胆子很小 就说当街黑猫 人人避讳 应该是 有点像我们那个 当街老鼠 人人喊打吧 就是这种感觉 很讨厌 黑猫的 其实黑猫是辟邪的 在中国来说 黑猫是辟邪的 传统来说 是黑猫辟邪的 在英国还是说 黑猫如果 停在你的面前 它如果让你摸 它的头的话 你会有好运 如果它走过来 让你摸它的尾巴 有可能你今天会倒霉 在夕阳的神秘传说中 一些行驶在 黑魔法的 巫婆巫术 他们行驶一些 仪式和咒语 就是邀请 撒旦为他们 神住的时候 撒旦就是派出一些 拥有 拥有神力的 小鬼来帮忙 通常这些 小鬼形象 有各种各样 其中也包括黑猫 所以大家都认为 黑猫是撒旦的使者 基督教里面就是 大天使 路西法 他被打到地狱的时候 黑猫 是他第一个 归属的恶魔 就是第一个帮他的人 所以 他被当作 撒旦的使者 还有几个传说 就是当时有 埃及有个 古墓挖掘的时候 有一个 纯黑色的猫咪 跳出古墓 化成一座黑烟散去 让你想到的 什么电影没有 应该是 妖猫传吧 妖猫传 妖猫传的时候 也是一个少年 他化成了 黑猫守护 贵妃 这个古墓 有三千年之久 猫咪陪着主人的灵魂 那么长时间 也算对得起 主人生前的宠爱 这也是挺奇怪的 比狗还忠诚 三千年 这你也信 我相信 这是有灵魂 猫毕竟有九条命 九条命 猫咪有九条命 这个也是我们知道 为什么他说有九条命 其实大多数猫有八条命 八条命 他是没办法修炼到 第九条尾巴的 他一条尾巴一条命 所以说 只有他遇到最好的主人的时候 他才会获得第九个尾巴 还有这样的故事 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你不知道吗 就是说你摆住他最后一个冤枉 然后主人最后一个主人说 我希望你能找出第九条尾巴 然后他就成为一个 就是圣仙了 他就得到了 那也是挺奇异的 这是中国的传说吧 对 这不就是都市传说吗 这不就是古代的传说吗 在中国和西方还是有很大的文化差异的 西方永远把猫咪看作是邪 就特别是黑猫看作是邪恶的象征 但是在中国 黑猫是守财避邪 我们要好好照顾我们的猫咪 什么生病赶紧带去医院 传说中猫是施咒用的祭品 猫毛和猫骨是魔咒和护身符的材料之一 现今人流传着猫毛能增加魔咒法力 1590年至1591年 就是有一个女巫团队 意图控制两位国王和他的往后 在丹麦图上想淹死他们 他们先施咒一只猫 将他和人类碎尸合绑投入海中 这个时候海中就掀起了巨浪 迫使皇家传箭不得不驶回苏格兰 有可能这也是 因为我在看那个写游力量里面 也有相关就是说 女巫啊或者怎么样 他们在施咒的施咒袋里面 会放入这种猫骨啊 或者是兔子的骨啊 兔毛啊兔头啊这些来施咒 这个是有看到过的 也有可能是确实有这样子的传说 那你有听过那个1945年 猫和老鼠灵异故事吗 就是猫和老鼠 大家都都应该看过吧 Tom and Jerry 是很多人喜欢看的动画片 当时网络上热传的1945年 猫和老鼠灵异事件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就是据说当时 在美国新生活电视台 曾经在深夜播放过一段 未被公开的猫和老鼠恐怖片段 说在正常播出的猫和老鼠中间 插入了约一分钟的诡异动画 恐怖的景象吓坏了电视机前的孩子们 众多的观众前来投诉 当时有一个 昨晚上是 他主人公 诶吧 有没有主人公 确实有这个男的 他女儿就是说 爸爸吃好饭了 我们一起看电视吧 他就陪他看那个猫和老鼠 但是看法看法 就觉得那个电视里面不对 就是本来就是应该放 那个彩色动画的猫和老鼠 突然变成了黑白动画 然后电视信号像不良一样 屏幕开始闪动 出现了大段大段的波纹 然后伴着特别刺耳的杂音 大家都以为电视坏掉了 然后用力拍打 不到十秒钟 电视又恢复正常 但是里面的画面 就是还是跟刚才一样 是那种黑白画质 带着有点绿的画面 而且声音音乐 本来是那种很欢快的 猫和老鼠音乐 却变成了那种低沉古怪 仿佛是恐怖片里面出现的音乐 他跟他女儿不知道出现了什么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 电视机里的汤姆 转过了头 笑了笑 笑容里面没有任何像以前那种 搞笑的那种感觉 反而是有种阴森冷酷的感觉 就是参考微笑狗 微笑狗就笑起来 可以大家去摆度一下 我到时候插一张图片 有一点恐怖 他笑的 就是他笑的过于夸张呀 就是说 很灵异的一张图片 就是说当时 汤姆他的那个笑容 有点像微笑狗 画面里还出现了 汤姆把Jerry绑起来 放在地上 然后掏出一把锯子 从Jerry的下面开始锯 不是那种平时的 就是像夸张的 剧成从上到下一锯两半 是从下面开始锯 而且锯的时候还在喷雪 从下面有点 对 这个角度有点刁钻啊 非常刁钻 然后仿佛就是受那个 Jerry是受酷刑 然后被汤姆这样子从下面锯 而且还发出那种凄惨的叫声 这已经不是动画片了 有点像恐怖片 是不是 就是动画恐怖片 但是当时他们很多人 不是去投诉这个东西了吗 这段播放视频 播放视频到这个播放员 再去查看的时候 视频里面并没有这段视频 好吧 所以这个就非常诡异啊 大家 你说了我有点怕 当时那个8月5号 有另一名电视台员工 发现了一部卡带 跟刚才那个是两个事情 播放刚开卡带时 出现了一个很短的猫和老鼠的动画 汤姆站在海岸边 John Jerry绑在一支火箭上 火箭上写的 Little Boy 就是小男孩 他们点火发射 在天边炸出了一朵蘑菇云 这个是在说什么 就是美国向日本投放的一颗原子弹 小男孩 Little Boy 这个原子弹事件 好像是 因为在8月6号 当时他是8月5号放了这部卡带 但是8月6号 就是美国就投放这个原子弹 他怎么知道 广岛原子弹爆炸 他怎么知道 然后8月6号晚上 该卡带神秘消失 不知道了 那确实是有这个卡带吗 后来就没有了 该卡带就消失了 没有了 诡异事件 灵异事件就是这样灵异啊 要不然怎么叫灵异事件呢 大家 今天的话 我们这个 饿喵说的话 给大家分享的 猫咪的一些灵异事件和传说 就讲到这里吧 因为时间差不多也够长了 其实我之前讲那个猎起雾的话 也是差不多这个时间 喜欢我的话 可以多关注我们B站视频 然后收藏我们 或者给我充充电 然后给我们三连 都是可以的 你想多了吧 你想多了吧 还充电 三连接很好了 我跟你说 最重要的是要给我留言 因为我们也是有赞助商的 所以以后会发一些 礼品给大家 或者抽奖 都是有这种活动的 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吧 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吧 压助商的 这么 ge hari 还是有这种活动的